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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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三門尾汗 沒想要迎接我們的是一場雨 而是來到這中亞的第一場雨 前幾天呢 艷陽高照的感覺也是相當的舒服 不過今天下雨天 哇 這空氣是格外的新鮮喔 這整個人是覺得相當的舒坦 之前到這個薩克利亞布茲呢 這是這個鐵木耳它的出生地 那我們在裡面有看到它的雕像 是以站姿代表它親民 那我們來到這個撒馬爾汗 是它當初建立的國都 我們發覺它的雕像 這個動作是不太一樣 待會會帶各位去看一看 因為這撒馬爾汗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是這個鐵木耳所建立的國都嘛 這邊保留了非常重要的歷史古蹟 同時它也是思路上 一個相當重要的城鎮 那我們今天也會帶各位呢 去看一看這個鐵木耳之墓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帝王的陵墓 記得我們在這個中國段的時候 我們有帶各位去看這個 秦皇陵啊 前陵之類的 那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來看看這個中亞五國 這個皇帝的陵情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走 玄奘記載著當時的撒馬爾汗街道上 提升不斷 拖鄰叮噹 車身 人身 黃土大道上 瀰漫著各種氣味 有辛香 冰香 肉桂跟咖哩包 羊肉香 如今的撒馬爾汗 已是現代化的都市樣貌 有沒有發覺這裡跟這個 薩格里亞不知的這個雕像 是不太一樣 有看出來哪裡不一樣呢 當然啦 一個是戰 英姿煥發 不過這個呢 這個帝王是用做的方式 有沒有覺得這種軍靈天下 然後親自來坐鎮 這整個城市的感覺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喔 有沒有覺得它這個面容啊 我的感覺啦 我覺得它好像感覺是更加的親民 和藍可親喔 而且是那個帶點這種微笑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那不過呢 其實根據考證喔 其實這個鐵木啊 它當初啊 就有一邊的這個手腳是癱瘓的 那原因呢 可能是因為戰爭時受傷 也有可能是這個騎馬的時候受傷 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真的是鎮靈天下的感覺喔 這個城市呢 撒馬爾汗這個城市呢 給我第一個感覺呢 就是清新、乾淨、舒服、歷史 走在街道上啊 你卻會彷彿可以感覺到 這歷史存在 可以我啊 要一一帶大家好好的認識這個城市 那當然 這光是這個鐵木耳之墨啊 就很讓人感動 來到撒馬爾汗的這個鐵木耳之墨 而且看到這個 哇 光是這個門口就相當氣派了 而且我們看到後面這圓頂式的建築 好漂亮喔 趕緊進去看一看 走 鐵木耳墓造在清真寺的聖堪後面 操開聖堪作為墨門 這裡是鐵木耳家族的墨地 據說是當時鐵木耳 從全國徵集建築區建設首都時 巔峰時期建築的代表作 極其華麗與宏偉 這裡就是鐵木耳之墨 我們知道其實鐵木耳王朝 是整個征服了大概幾乎整個中亞地區 這鐵木耳他過去出征了18次 就是佔領了20多個國家 甚至最遠 他這個最起邊 他達到這額圖曼土耳其 還一度是俘虜這個土耳其的國王 然後來到這個 這個薩瑪爾患之地方將他處死 就表示整個中亞地區就只有一個王 當他在1905年的時候 正準備要想打明朝的時候 在出征的途中他就處死 真的是好家載 不然我們怕整個中國恐嚇都會攘入他的版圖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鐵木裡面 其實它就是 它鐵木真正的鐵木是藏在整個地下 不過它上面有一些象徵性的一些棺木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整個建築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大 而且就是四平八穩 甚至你發覺它上面這個圓形 這個拱形是相當的壯觀 而裡面其實它裡面這個拱形 這個內外有分成兩層 然後最主要是第二層 這個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讓它看起來更加的宏偉 鐵木耳之墓 它是由本地燒過的泥土所建成 保有獨特的天藍色 勒狀圓頂 即是有藍色馬賽克的牆 進入室內通道像是迷宮 到處是苍穹序的阿拉伯間造型佛堪 充滿濃濃伊斯蘭教色彩 正宗用和田玉貂蟬的碧綠色習慣 便是鐵木耳場面所在 你知道這池是做什麼嗎 它當然不是拿來洗澡的 當初的鐵木耳 它會坐在這個 這是它的座位 前面會住滿石柳枝 當時如果他們要出征之前 將士們會拿著杯子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一個 這都是放杯子的地方 他們拿著杯子搖石柳枝 然後一人喝一杯 象征充滿了力量出征去 回來的時候 然後這樣池子會駐滿了紅柳池 然後凱旋歸來的這些將士 一樣就是會一人勺一個 然後一人喝一口 這樣子不僅是一個象征 凱旋的一個儀式 同時也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到底有多少戰士 是戰死在下場 像過去陳吉思汗 有類似的這種儀式 因為陳吉思汗 他是有一塊地 他們就是出征的一些將士 他們會擺石頭上去 回來的時候這將士就會自己 再拿起自己一塊的石頭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究竟有多少將士 在這戰戰的過程中 就是戰死擦場 這是同樣的道理 通過古蹟傳說故事 來認識這些偉大人物們 這時你會覺得歷史有時是挺有趣的 自己來到這個鐵木的之目 真的是感觸量多 因為以前我們在看一些歷史 看一些歷史委員 通常都是從書本上看來 沒想到現在真的走一趟這種 歷史國際 你會發覺好像法國一切都歷歷在目 而且真的是可以感覺到 那種歷史的溫度 過去這條思路 我們雖然說它是一條路 不過實際上 它並不是什麼康莊大道 甚至很多路段它根本不明顯 也完全沒有所謂的路標 我真的很懷疑他們當初 是怎麼樣到達他們的目的地 而且當你要勇敢踏出去 不管你是要去經商 還是你要去傳教 甚至你要去打仗 天啊 那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氣 撒馬爾汗普稱華拉子摩 2500年悠久歷史 融合印度波斯 突厥等 古文明的特色 讓這座古老的城序 充滿神秘的色彩 現在可以來到的地方 就是雷基斯坦廣場 而且有沒有覺得 後面非常的壯觀 有沒有那種中東的感覺 而且啊 這個一旁的觀光客來到這裡 跟可以一樣 都會站在這邊來拍拍照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壯觀了 來到這個中亞這個地方 這個是絕對要來的一個景點 而且你看到這個建築的這種風格 有沒有很有這種宗教的色彩 這彷彿 來到這邊又要一起照相了 我發覺來到這個中亞 還滿受歡迎的 拍拍照大家可別想太多 這個雷基斯坦廣場 絕美的伊斯蘭建築 真讓人有返回600年前的感覺呢 跟著柯伊我進去瞧瞧吧 所以現在已經進到 雷基斯坦廣場裡面的其中一棟建築 而且發覺一走進來 就覺得好像進入了清真寺的感覺 這讓我回想到之前 在這個零下這個夏河 這個拉伯仁寺的這個場景一樣 就進到拉伯仁寺裡頭 就發覺裡面有很多學校 不過這裡確實不是清真寺 它的確就是學校 不過有趣的是 因為這邊是變成了觀光神地 所以你會發覺這一樓啊 四周全部都是變成一些小攤販 而且賣著各式各樣的小東西 好啦,你趕緊去逛一逛 走 開明的君主烏魯德別克 曾允許女子來聽書院裡講金 作風前進 而這間以她名字建立的學校 其他空間幾乎都被賣紀念品的小販 所佔據了 我又發現了一個 跟新疆很像的東西 在新疆有看過 就是這個愛德蘭斯籌 而且另外還有這個 絲巾 哇,這顏色也是很多 記得那時候在新疆 看到這些絲綢 真的是愛不自首 那時候她一手買了很多個 沒想到在這邊 中亞這邊啊 一樣就是 哎呦,又戴上了 又戴上了 好吧,那你覺得愛德蘭斯籌 好不好看 應該還不錯吧 謝謝 謝謝 真的是喔,走到哪兒 就看到哪兒 就戴到哪兒 就戴到哪兒 還有傳統服飾 我不是老闆啦 看一下我穿那個傳統服飾 好,看一下 OK 好啦,感覺比較像這裡的人 對 彈到我穿那個 對 我就吃醜用這種方式 好像有點怪 有沒有覺得 這樣會好一點 真的,整個演戲就是要演全套的 好啦,大方 還是到那個500塊 500喔 謝謝 到了17世紀左右 這邊曾經改建這個清真寺 跟學校把它融為一體 也就是這個校園跟清真寺 是結合在一起的意思 然後呢 為了要凸顯出這個清真寺 它還是把這個清真寺 是建得是比較高大 那這個學校校社都不超過這二樓 接著帶大家去參觀 雷吉斯坦廣廣場中 17世紀建的 提拉卡利清真寺 從這個學校走出來 川國的雷吉斯特廣場 現在來到這個 真的是一座清真寺 而且 比這個學校蓋得還要來得氣派 好的 請你參觀一下 提拉卡利書院內 是難得一見的華麗清真寺 從外觀看來極其宏偉 走入寬敞寺院內 莊嚴而華麗 進入室內可以看見 它用比頭髮還細七倍的金絲堪蓄的 燈光照耀下 絢麗異常 這裡燈光奇暗 再往內走 卻又發現到處是販售地毯的商鋪 令人感覺詭異 可以我決定偷偷尋找管道 上樓去瞧瞧 通過特殊的關係 我們上了這個拜樓 這拜樓非常的高 我們剛剛爬樓梯一路爬上來 喘得要命 不過呢 洞口就是這邊 帶大家上去看一個 看一下這個整個 這個雷基斯坦的這整個 真是景觀 走吧 來 上了旋麗塔 景觀果真是一覽無遺 在景位的催促下 我們急忙下塔了 十塊美金換來了驚鴻一瞥 也算不需此心了 接著呢 我們還要繼續帶大家參觀 撒馬爾汗的世界遺產建築群 天氣終於是放晴了 真的是阿拉保佑 而我後面這個是 比比哈努的這個陵墓 那比比哈努是誰呢 她是鐵木爾最疼愛的妻子之一 那其實這個陵墓 並不是在這個比比哈努 這個死後才修建的 事實上是比比哈努 她擔心她自己有一天會死去 所以呢 就預先先要蓋這樣的陵墓 這感覺有沒有像我們在台灣 在台灣都會預買這個陵墓塔的這種感覺 就是為自己的將來 多就是先買一個寶地 再先放著這樣子 那不過呢 其實喔 我們這個比比哈努清真寺的由來 也相當特別 因為當初啊 就是這陵墓蓋好之後 那比比哈努呢 就為了這個 因為她的丈夫鐵木爾 當初啊 就正在出征印度 這妻子為了要彰顯出這鐵木爾的攻擊 於是在她對面蓋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清真寺 就是這個比比哈努清真寺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天啊 真是何其壯觀啊 好高喔 而且啊 其實它最初喔 是有上下還有兩層喔 這上面其實還有更高 那是後來已經坍塌了 然後就是近代的時候 又是重新的修建 然後變成現在的羊貌 好吧 先來帶各位進去看一看 走 這曾經是伊斯蘭世界裡最高的建築 並將當時建築推至頂點 鐵木爾為紀念王妻修建的 印度著名的太極林 就是仿照比比哈努墓清真寺建成的 但在這座清真寺落成後 鐵木爾就去世了 走進這個比比哈努 這個清真寺啊 天啊 真的是裡面無比的寬敞 不過剛剛總進來就發覺這個大門 是氣勢非凡 一走進來這個廣場 據說可以容納一萬四千多人 同時在裡面做禮拜 那當然這個清真寺裡頭呢 除了四個主要的這個建築喔 就是大門 還有兩小座的清真寺 以及這前面這個特大的清真寺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清真寺啊 這兩個小的清真寺啊 明顯跟這大的清真寺不同 據說當時啊 為什麼要建這兩個小的清真寺 就是為了要彰顯這個大的這個清真寺 這與眾不同 而且啊 據說這個清真寺的這個方向 它是正對的這個賣家的方向 讓這所有來這個做禮拜的這些穆斯林啊 可以朝這個賣家的方向來膜拜 而且據說啊 這個清真寺啊 比比哈努清真寺 有一段這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據說當時在建造這個清真寺的 這個建築師啊 就愛上了這個鐵木耳 他最疼愛的妻子比比哈努 那當時呢 就是為了要可以朝夕都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比比哈努喔 他故意啊 就是拖延這個建造這個清真寺的時間啊 就是遲遲不願意完工 工匠甚至希望能親吻一次皇后 才繼續開工 最後親吻的痕跡被鐵木耳發現了 工匠被處死 而所有的女人也被鐵木耳規定要蒙上面紗 不過傳說總歸還是道庭圖說沒個準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沒人敢打保票 進來這比比哈努的清真寺啊 你會發覺這後面有一個石頭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對不對 猜猜看 好啦 告訴你啦 這東西呢 下面就是一個書架 石頭做的書架 上面呢 你會覺得什麼 好像一個石頭撇個兩半對不對 這個東西其實啊 就象徵的是打開了這個可蘭筋 那其實這個東西喔 在當地喔 人家是說喔 這個有這個醫療的效果 甚至是來這邊求願望 都是相當靈驗 甚至如果有這個孕婦啊 想要生小孩啊 她想要求子 她就順時鐘繞三圈 如果想要求個女兒 就逆時鐘繞個三圈 聽說是相當靈驗 據說這個比比哈努皇后 是鐵木兒的中國籍老婆 她從印度帶來一百頭大象 還有六百名奴隸 跟兩百位建築師、藝術家 以及主要工匠與尼宮 來修築這座清真寺 而那位愛上她的工匠 是個波斯人 思路文化的交流 從這也看得出來喔 這比比哈努的清真寺旁邊 竟然就是一個大巴掌 而且這個我們可以發現喔 這個薩瑪爾汗 真不愧是這個烏茲別克 第二大城市 這個大巴掌明顯 跟這個夏克里亞布茲 這個巴掌是不太一樣的 感覺上也是有規劃過 我們趕緊進去這巴掌來 好好的收集收集 走 逛巴掌去了 由於巴掌是在觀光景點旁 所以也賣些民族紀念品 但大多還是賣些 當地人生活必須的用品 甘果、雜糧等等 在新疆巴掌裡頭 成棍的冰糖 在這裡我們也發現 同樣的賣法 可以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薩瑪爾汗 相當神聖的地方 這邊叫做 沙赫淨達陵墓群 那這地方據說 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了 緊接著就帶你進去 瞧一瞧 走吧 沙赫淨達陵墓建於十四世紀跟十五世紀 由十三座陵墓和一座清真寺組成 沙赫淨達譯為永神之王 是薩瑪爾汗執政者及其家屬的墳墓 現在已經進來這個陵墓群了 然後剛剛耳邊還聽到有人正在這個 祈禱做禮拜 那這個 其實朝上走啊 其實這沿路啊 都是一些陵墓 然後最奇特最特別的就是 這個從這個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 涵蓋這800多年的陵墓 都在這個區塊裡面 那也因此呢 被列為這世界遺產 那除了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原因呢 除了這個是 但是很跨了800年之外呢 當然它的這個建築啊 整個結構啊 是相當特別 現在帶大家上去看看 走 整庭陵墓屋頂建築的基調是青色 以彩色陶瓷貼面作為裝飾 其中最主要的一座 是伊斯蘭教創建人 穆罕默德的堂弟庫薩姆之墓 田木爾大帝的妻子 圖馬阿卡和侄女也葬在這裡 這樣這個陵墓園呢 其實你一點都感覺不到 它是個陵墓喔 你反而會覺得這裡 好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這個青春寺 那剛剛有說過 其實它橫跨這11世紀到19世紀 將近800多年的時間 所以你會發覺 它所建立的這些 很像青春寺的這些建築喔 其實還是有一些差異 不僅是在大小 甚至還有一些 其實這陵墓居呢 有一個傳說 據說當時有一位阿拉伯的傳教士 來到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做禮拜 正在做禮拜的時候呢 因為當時這個地區啊 都是一些險教的人 然後這些險教人 認為他是異教徒喔 所以將他給砍頭 那因為當時他正在做禮拜 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因此呢 傳說中他就是 並沒有因此而死 他到現在都還活著 而且啊 是常年在這個地區 是拿著他的頭 在這邊不斷地遊走 當地人稱為他是活著的國王 兩個故事都有永生之王的說法 或許說的是同一位聖人 但此地為伊斯蘭教聖地 是不容置疑的 接著可以帶大家參觀 最後一個世界遺產建築 可以先來的位置呢 就是這個烏魯伯天文台喔 那烏魯伯是鐵木耳的孫子 然後他當年呢 他就是建造出啊 這個整個東方啊 最大 而且是最先進的天文台 然後呢 當時他就計算 就一年的時間呢 是365天 然後加上 6個小時9分又9.6秒 跟現在這個天文的這個 計算年的這個 數據啊 是相當的接近 為了紀念這個烏魯伯啊 他對這個天文學的貢獻啊 這個聯合國在1993年的時候 把這1994年 只命名為國際烏魯伯年 史學家稱烏魯伯是皇位上的學者 天文台這有一句 發掘出來巨大的六分疑 曲率極為精確 一直對面建有天文博物館 館內佔有烏魯伯主持編傳的 恆星表和行星運行表 他在位期間建立了多所伊斯蘭經學院 開設天文、數學、文學和歷史等課程 撒馬爾汗最成為當時中亞著名的文化中心 如今撒馬爾汗仍然是中亞商貿的文化中心 發掘出 發掘出 發掘出